青梅在我最苦的那年爱上了富商 恋爱半年 她意外怀孕 退学结婚 豪门水深 她被排挤针对 夜夜找我诉苦 富商发现后搞砸我的流血宝盐 却被她当作爱的证明 后来我撞破富商出轨 劝她离开 她却选择与富商谈心和解 她眼中含泪 如果你希望我幸福 以后就别再来找我了 和解当天 我鸣鼎大醉 被撞身亡 再睁眼 我回到了青梅订婚当天 她正温柔地替我替须刮面 只是镜子中 映出的是富商的脸 今天是青梅柳如烟的婚礼 此时 她正兴奋地忙前忙后 拖着镜子给我刮脸 她与其温柔 老公 我做梦都在想着这一天 柳如烟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 十岁丧父 一直想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庭 奶奶心疼她 把她接到我家 三个人相依为命十几年 我们一起长大 从教育资源匮乏的小镇 一起考到顶尖大学 我喜欢她 从第一次见到她到现在 她十八岁生日那天 我用拼了一个暑假命攒下的工资 给她买了一个速捷告白 和她一起走上婚礼的殿堂 是我此生最大的梦想 今天 将是我梦想成真的时刻 如果此时 我没有和她丈夫互换的话 大三时奶奶突然查出尿毒症 我日夜不停地兼职 交完第一个疗程的医药费后 柳如烟和我提了分手 无缝衔接的和圈子里有名的 富二代风流种复合相在一起 两人恋爱半年 她怀孕退学闪婚 一气呵成 朋友都说她嫌贫爱抚 我不断解释 她只是被暂时的浮华迷了眼 婚后她患得患失 无数次夜半来电 说自己坚持不下去了 我在电话这头 听她破碎的七音 说尽富和相的坏话 却只能在第二天问她的选择时 得到一句都忘了吧 这样的生活 一直持续到我们的来往 被富和相发现 她不再联系我 没过多久 辅导员打来电话 说出国交换的名额换了人 我的保研资格也被取消 出了办公室 富和相的秘书丢给我一张卡 我收下了 也好 至少奶奶的医药费有了着落 我反而担心柳如烟知道后会内疚 她的电话还是打来了 语气里藏不住的颤抖 她说 和相是不是吃醋了 她是不是还挺爱我的 我头一次先挂了电话 后来我专心背口 闲下来就去做兼职 撞破富和相偷情的时候 我正在酒店前台替同事职业班 她带着老土的金手时 搂着一个纤细的女人开了房 我拍了开房记录 发信息给柳如烟 柳如烟 我最后帮你一把 富和相出轨了 你和她离婚吧 消息已读 没有回复 第二天早上 她被我发来两人的聊天截图 开头是她语气激动的质问 富和相坦然承认 说只是喝醉了酒 她最爱的还是她 她说 意外而已 我们和解了 林远山 如果你希望我幸福 以后就别再来找我了 我想不明白 酒里也没有答案 三月的晚风吹得我眼泪直流 柳如烟 你真蠢 蠢到为人渣放弃我十几年的真心 如果能重来 我再也不要爱上你了 货车刺眼的灯光中 我的大脑里只剩下这一个念头 在睁眼 我手里正拿着张烫金的勤俭 周围的学妹正轻声嘀咕 柳如烟要结婚了 那个退学的文学系年级第一 不止呢 听说她之前是林师兄女朋友 但是林师兄家出了事 她就果断跟了金主 听说她未婚先孕 订婚还是紧急不办的 周围议论纷纷 我却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满脑都被一个念头沾满 我真的重生了 重生到了柳如烟订婚的这一天 请柬彻底扰乱了我的思绪 认真想过后 我还是来到了他们订婚的宴会厅 打算订婚宴结束 就和她做个了断 宴会来了不少名流 个个带着美艳的女伴 衣着得体 光彩照人 穿着一身月白色旗袍的柳如烟 正心不在焉的和身边的妇人交谈 看到我 她窘迫地把眼神错开了 我捏紧拳头 扫尸四周 休息室一侧的电梯口 一个纤细的女人摇曳着身姿走了进去 这个女人眼熟得很 正是那个和复合箱开房的女人 我尾随她坐同一趟电梯 到了六楼的套房区 看着她在走廊镜头轻轻敲了几下 6001应声打开 一只带着明表的手伸了出来 把她带进了门 我问宝洁要了条干净的毛巾 稍等片刻敲响了6001的门 先生 我来换毛巾 女人只裹着一条毛巾来开门 浴室正传来水声 人影在磨砂的玻璃隔断上若里若现 复合箱向浴室门外喊了一声 宝贝 快进来 别管宝洁了 两人在浴缸里抱着一团 该死的复合箱 原来在婚前就已经出轨了 女人有些担忧 宴会要开始了 你快点 别让人等久了 复合箱伸出一条胳膊 把她拢在怀里 语气轻慢 让她等 柳如烟根本配不上我 要不是搞出了孩子 我才不会被逼着结婚 现在只是让她等一会儿 有什么不行的 我攥紧毛巾 你订婚了 以后我们就不能再见面了 语人娇娇地依偎进她怀里 放心 等她生完孩子 我就跟她离婚 接你进我家当豪门太太 一阵怒火从耳朵烧上发尖 我踹开浴室门 拿起手机对准了浴缸里的狗男女 人渣 如烟还在上面等你 你却在这里跟人私混 复合箱脸色沉如锅底 劈手来夺手机 我和她扭打在一起 语人趁乱逃窜了出去 我一拳挥上复合箱的面门 畜生 你根本不配和她在一起 复合箱的头被我打偏过去 一肘撞上我的肋骨 她面带轻蔑 被击中的位置迅速蔓延出一片红色 怎么 一个被玩过的女人你也稀罕 等孩子生下来离了婚 我把她送给你 她是个人 不是你能随意处置的东西 我气得双目赤红 不管不顾地扑了上去 脚下水字四溢 我失去重心 身体朝着复合箱倒去 复合箱直直撞上身后的淋浴喷头 当下没了动静 我也摔了个七荤八素 眼前很快黑了下去 失去意识的前一秒 我听到吵嚷的人声 柳如烟捂着嘴 站在最前面 太好了 复合箱还光着 柳如烟 你看清楚了 你选择未婚夫 你未知放弃一切的人 到底是什么德行 再醒来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后脑不住地传来锐痛 柳如烟背对着我 一身精致的糖妆还没来得及换下 她手里捏着一个苹果 另一只手举着明晃晃的水果刀 似乎在发呆 她怎么在这里 没去照顾她未婚夫 我们同事出事 她却选择来照看我 她是不是想明白了 酸色感充饮我的眼眶 如烟 突然 我从那把刀的反光里 对上了她的眼神 不带光亮的 定定地望着我 我浑身一激灵 何像 她声音里没有什么感情 头还痛吗 什么何像 我是灵 我一正 正在掉水的右手 不知什么时候套上了一枚 闪亮的订婚戒指 门外吵闹起来 几个人急急嚷嚷地进了门 一个穿着雍容华贵的妇人 担忧地看向我 你也珍视的 定婚宴也胡来 这话明明是对我说的 她的眼神却飘向了柳如烟 站在一旁的中年男人 狠狠弯了我一眼 爱完我们不管你 今天闹出这样的丑闻 富家以后 在人家面前怎么抬得起头 夫妇人轻轻撞了一下 自己的丈夫 像是很下心 说了些类似不懂事 遭报应了吧之类的玩笑话 说完便心安理得地 拍拍柳如烟的手 算是安慰完了 这个被出轨的儿媳妇 柳如烟一副 渲然玉气的神色 看着这夫妇俩 在她面前演戏 配合地点头 俩人看着柳如烟 敢怒不敢言的表情 满意地离开了 富家夫妻一出门 柳如烟蜷缩缩起来的 肩膀才展开 她眼里盛着一汪温柔的春水 何像 我不怪你 你肯定有自己的理由 不 我是故意的 你怀孕前我就出轨了 我用富和香的嘴说 她不看我 眼神中的受伤 却清晰可见 没关系 只要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 这一切我都可以当作没有发生 柳如烟 你还真是 温柔体贴地让人咬牙切齿 住院三天 我回了富家 富家长子富和香 婚前跟人私混的消息 传遍世界 却没有一个人指责我 跟她开发同一个项目的兄弟 私下拜访 夸我有种 是真男人 就连她八岁的小妹妹 都在柳如烟面前叫嚣 哥哥不爱你 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 富小小 我怒声呵斥她 富小小愣了一下 眼中瞬间弥漫出水雾 哥哥不爱小小了 在哥哥心里 小小没有那个表子重要 他边哭边向我这边蹭 伸出偶结一样的双臂 让我抱 富家夫妇老来得女 富小小被宠坏也正常 柳如烟面色如常 像是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诋毁 我照没问富小小 这种骂人的话是谁教的 富小小抽烟了一下 面色奇怪 哥哥 这不是你和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说的吗 柳如烟的眼神落在我身上 我立刻感到浑身发凉 他浅浅笑了一下 说了声没关系就上楼了 不对 这是复合箱说的 我心虚什么 我突然醒悟过来 如今我占据着复合箱的身体 也许我可以趁现在把复合箱做过的恶事和盘拖出 让柳如烟彻底死心 我下定决心 用指纹解锁了复合箱的手机 从微信备注来看 这应该不是复合箱的常用账号 我点开细看 果然全是撩骚的内容 我截图 用信息发给他 收到一个已毒后被他彻底拉黑账号 我恨得牙痒痒 也许是我不能做到感同身受来打动他 我重新回到复合箱的撩骚见面 目光锁定了最近聊天的账号佩佩 来我家一趟 想办法让柳如烟死心 我给你笔钱 对面的人很快发了一个乖巧的表情 如果是同样受害的人的劝告 能说动他吗 我关好手机 在他身边躺下 内心却一阵酸涩 我们从前也这样亲密 如今却同床一梦 他的身体里甚至还郁郁着属于另一个人的生命 思绪沉浮 我到后半夜才睡着 凌晨时被一阵冰凉唤醒 柳如烟拿着把剪刀 对准了我的咽喉 如烟 我几杯汗湿 柳如烟对复合箱起杀星的理由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现在复合箱身体里的是我 如果柳如烟真动了手 别说换回来 我活下来的几率都微乎其微 柳如烟纤细的手指顺着我的脸颊扶下 有冰凉的水滴滴在我的唇上 和相 果然摸到几道乐痕 睡吧 他背对着我全程一团 脆弱 惹人怜爱 我伸出手想抱住他 在空中停滞一会儿还是选择放了下去 我总觉得不只是松开头发这么简单 柳如烟对复合箱的深情又让我无从置疑 天还没亮 我再次陷入沉睡 复合箱作为富家长子 虽然因为订婚休了几天的假 可如山一样的工作仍然堆积着 好在秘书了解自己老板根本就是个草包 不过被下派到分公司 顶替别人的功劳来读懂社会的嘴 只给我放下两份整理好的文件让我签字 工作还算轻松 晚间我咬着牙在外面游荡到天色暗下 开车回了家 既然要做复合箱 就不能做有备于他习惯的事情 在外和别的女人风流我做不到 但也不会那么早就回去 白给柳如烟希望 车灯把大门罩的雪亮 客厅还留着一盏灯 柳如烟盖着条毯子靠在沙发上 眼神空洞 我站在门口 硬邦邦的开口 不是说过了别等我 我晚上有约了 生气了吗 柳如烟 他根本不在乎你的等待 甚至在你哭等的时候 在和别人约会 柳如烟没说话 胸膛的起伏微不可见 我走近查看他的情况 只见脚下的地毯上 全是积蓄的鲜血 他眼中闪过快意 何像 他抓住我的手放在肚子上 周佩佩杀了他 是你让他动了手吗 他伸出瘦落的双臂 揉住我的脖梗 不用这么麻烦 只要你说一声 我能带着他一起去死的 我双手颤抖 口中只能发出 不成语调的阴姐 对 对不起 我不是 我只是想你好好的 我从来没想过 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此时我才意识到 只要他一生健康平安 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他嫁给别人也好 我失去机会也罢 都没有他的幸福重要 柳如烟的手渐渐脱力 我把他抱起 眼泪连连滴 落在他失去血色的脸颊上 去医院 去医院 手术室的灯灭下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晨 医生推着带氧气面罩的柳如烟出来 迎面对我露出一个惋惜的神色 傅先生 现在情况还没稳定下来 他呢 他还好吗 我双目赤红 守不住颤抖 孩子很可能会保不住 我问你他怎么样 医生被我吓得一抖 傅太太没事 我浑身脱力 握住柳如烟的手贴在额头上 靠着急救床跪了下来 还好 还好没事 一切平静下来 我才终于想起处理周佩佩 强压着火器 质问他为什么要对柳如烟动手 甚至导致他流产都不告诉我 周佩佩没回复 我坐不住 干脆出门给他添置住院的生活用品 柳如烟醒来的比医生预计的早 我抱着花提着饭盒 刚开了条门缝 就听见里面传来交谈的声音 医生问 傅太太 你想好了 这个孩子你不要 下次想在怀上就难了 柳如烟穿着病服靠在床头 轻轻摇了摇头 人渣的孩子有什么留下来的必要 与此同时 口袋里的手机亮了起来 是周佩佩 他只发了两条 我只是说了点难听的话 我没动手啊 我走的时候柳小姐好好的 我进门后 两个人默契地指住了话头 我把花插进了床头的花瓶里 柳如烟看到我带来的饭盒调了调眉 医生走后 他试探着出声 何向 这个孩子 我不打算要了 不要了不要了 只要你健康平安 怎样都行 他不说话 只用一双黑油油的毛子盯着我 我还不知道这种身体互换会持续多久 也不再期盼有重新和他在一起的可能 只希望以后复合想好好对他 如烟 我之前是个混蛋 以后不会再这样对你了 柳如烟看了我一会儿 问 你怎么保证呢 他好像换了一个人 舒展的眉眼间 竟透出淡淡的灵力 我 我 他突然笑起来 又翘着嘴角正色道 你分合同吧 如果做不到 你要立刻和我离婚 还要把一半的财产赠予我 我愿意近身出户 一个子都不给复合相留 他眉眼弯弯 之前的预色一扫而空 我也忍不住开心 秘书到晚开车来 把你订好的合同交给我 看着我们签完又拿走 他熟悉复合相的心血来潮 只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晚上再躺在床上 我感觉踏实了很多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直到重压迫使我睁眼 柳如烟跨坐在我身上 手里还是昨晚拿着的剪刀 我小心护住他的腰身 头发又缠到哪里了 剪刀底上我的脖子 你不是复合相 残存的睡意迅速被击散 如烟 你冷静 他眼睛雪亮 居高临下看着我 谁 他立声质问 我的胸口剧烈起伏着 却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远山 我愣住了 剪刀被丢在地板上 发出一声闷响 他靠近我怀里 眼中有闪耀的珍珠坠落 林远山 你好笨 装坏蛋一点都不像 原来重来一回的不止我一个 久别重逢 竟然是以这样狼狈的姿态 我们都没了睡意 因为在一起互足终成 上一世我死后 柳如烟一直处于抑郁中 生孩子出了意外 大出血一世了 他在悔恨中闭上眼睛 再次见到光亮时 我正和光着身子的复合箱 打成一团 他说最初是通过傅小小 察觉不对劲的 刚到傅家的时候 傅小小拿球砸了我的肚子 傅和像夸他砸得准 我握紧他冰凉的手 他的语调越是平缓 我就越是心痛 傅家对他的溺爱 已经到了不变善恶的地步 只是一句轻飘飘的辱骂 是不会有什么反应的 我一直为他最初的选择困惑 今天终于有了问出来的机会 听到这个问题 我说了你可以生我的气 但是不准离开我 我立刻指天发誓 被他拦下 奶奶生病了 你当时在准备留学 我舍不得让你因为没钱 放弃这么好的资源 我拿不出钱 就和傅和像签了两年的合同 他脸色惨白 傅和像的生育功能有问题 我能怀上这个孩子 对他们家很重要 他们私自改了合同 说生下孩子就放我走 他惨淡一笑 我当时只想着 快点回到你和奶奶身边 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有一天傅和像把兄弟带回家 想 我还在怀孕 就拿酒瓶子砸了他 他为了惩罚我 暗箱操作取消了你的名额 柳如烟扎进我怀里 只有颤抖的身躯 在向我传递他的不安 我坚持不下去了 不想再耽误你 就说了那样的话 至于后来 也许是自我催眠 我好像真的对他有了感觉 我觉得我没资格再回去了 说到这里 他已泣不成声 我双目赤红 双手轻轻浮现 在空中颤抖几下 最终轻柔地落在他的脊背上 都是我的无能 才让他陷入到了如此的境地 而此前的我 真的差点相信 他爱父大于爱我的假设 发誓与他一刀两断 都过去了 我哑着嗓子开口 不 没过去 他从我的怀中挣脱出来 哭得发红的眼睛 定定望着我 上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就是让我报复这个恶人的 这次我要把他对我做的恶 加倍还回去 愤怒让他单薄的身躯 剧烈起伏着 我还记得医生交代过 身体恢复期间 机会情绪大起大落 纵使此时 我和你一起让这个人渣付出代价 但是我们约定好 一定不能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报仇 好吗 柳如烟的泪珠在夜间闪着亮光 他重重点头 和我紧紧相拥 激动的心情尚未平静 柳如烟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屏幕上是刺眼的两个大字 远山 属于我的声音在那头阴沉的响起 柳如烟 和你拼头睡一张床爽吗 和我交换身体后的复合相 一醒来就暴怒着给柳如烟打电话 扬言要靠自己知道的富家秘星 揭露我这个冒牌货 柳如烟眼神慌乱 我示意他稍安勿躁 等复合相冷嘲热讽结束 我接过电话 复合相 你知道的那些东西 可不足以让富家把你认回来 没人会相信灵魂互换这样的说辞 复合相用着我的声线 说出的话却恶心至极 怎么 用我的身体和那个贱人上床 爽得不想换回来了 我告诉你 没门 不换回来 我立刻联系医院断了你奶奶的氧气 穷人为了省钱 可是什么都做得出来 我握紧拳头又松开 用我的身份不负责的行恶 这种念头一产生 就已经进了我的圈套 我才不稀罕你这又短又烂的黄瓜 疗骚那么多人 现在一个个找上门 还要我帮你背黑锅 谁知道你会用我的身体 干什么恶心的事 等等 他声音顿住 有了鱿鱼之意 过两周再换 我知道他动心了 火上添油道 不 我现在就去医院 他语气得意 换不换还得我说了算 林远山 留产手术安排在三天后 我陪着柳如烟进了医院妇产科 他在室内做体质评估 我就坐在室外的场椅上 看秘书发来的新项目 突然眼前的平板被暴力抽走 我头一次 一面对面的姿态 看清了自己的面孔 是复合相 他还没出院 他眉眼得意 进了我的身体又怎么样 还不是得陪着我老婆 看我孩子的检查报告 死心吧哥们 他对我这么好 你还不放弃当小丑吗 替我做工作 没有一点报酬的感觉如何 我面无波澜 只看着他拿过平板扬长而去 可怜的蠢货 连他的孩子 再也没有诞生的可能都不知道 手术结束时天色已晚 柳如烟静静靠在我怀里 不发一言 刚失去孩子 即使如他般坚强 内心估计也酸涩无比 对不起 如烟 都是我害得你失去了他 柳如烟摇头 上一世生他的时候就难产了 也许我和他真的没有缘分 但我也确实感谢 他给我重来的机会 算是一命抵一命 我们互不相欠了 有风吹过 窗漫轻轻摇晃 我只是遗憾 以后可能没有机会 拥有一个和你有关的小生命了 我稳开他欲结的眉头 都不重要了 你才是我的至宝 只要你好好的 我此生别无他求 我原想瞒下柳如烟流产的消息 却不想这件事率先被傅小小揭开了 表子肚子里没宝宝了 你迟早被我哥丢弃 出于好意提醒傅小小嫂嫂身体撞碰的保姆 神色一将 尴尬地垂下头 傅家夫妇面色不善地从沙发上坐起 凌厉的眼神如刀般射向柳如烟 孩子没了 怎么回事 傅太太声音尖锐 几步冲上前要抓柳如烟的手腕 傅先生站在一旁 英智的目光穿过我指考柳如烟 我上前一步把他挡在身后 我之前养在外面的人冲撞了他 都是我的问题 傅太太见儿子出面 不好再发难 只是咬牙切齿的责怪 柳如烟你也真是 身体差成这样 既然如此 这个婚就没有结的必要了 原本破坏两人的婚姻 是我渴望达到的目标 可此时签订了婚前协议 一切都存在另一种 更有利于我们的解决方式 妈 我醒悟了 之前是我对不起她 才害她发生这样的意外 我以后不会再风流成性了 我是真的爱如烟 就像爸爱你一样终成真挚 还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话毕 我利落地跪下 对着傅太太磕了一个响头 男儿膝下有黄金 傅和像膝下没有 傅太太听到我拿她和她丈夫的感情作弊 脸色缓和不少 傅小小见没有人在意她 从一堂的角落扑上来 就要撕咬柳如烟 却一手挠在我脸上 被保姆抱走了 哎 来人嘛 为了美色糊涂也正常 先放你晚几年 有的是你反悔的时候 傅太太托托星座的贵妇角 趾高气昂地瞥了柳如烟一眼 挽着脸色怪异的傅先生上了楼 上次酒店的丑闻被傅家解决了大概 傅家直接举办了婚礼 也算是堵上了说闲话的嘴 今天 我终于和青梅柳如烟 一起走上了婚礼的殿堂 他正兴奋地忙前忙后 拖着镜子给我刮脸 他语气温柔 老公 我做梦都在想着这一天 我对着镜子里复合相的脸 无奈地笑笑 如果是我原来的身体 也许今天会更美好 我把他揽进怀里 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们的布局马上就要收网了 明天有一场慈善晚会 和我们竞标同一个项目的周试 也会到场 为拿下项目造势 针对舆论上的风向 我们有一整套方案 秘书拿着崭新的iPad 向我展示行程 我听出他的避重就轻 眼神落在屏幕边缘 在医院被复合相拿走的平板 后来被出售到数码店 他拿着售出的5000块 和我所有的现金 参与了电子赌博 幸好我的身份证件 和银行卡都放得隐蔽 造成的损失并不大 这两天 我让柳如烟 以关心前男友的名义 托朋友密切关注着他 幸好他喘得清澈 只是拿着我的皮囊 掉了几个学院里出名的美女 C大的女孩出了名的清醒 她热脸贴了冷屁股 自作多情地以为 人家在和他玩暧昧 又在实验室 打碎了几只价格昂贵的事迹 都在我赔付的承受能力之中 倒是我 要替他应对各种不同的场合 董事会不是吃干饭的 最近一次的总结汇报 轻蔑的眼神 能把复合相的身体射出一个洞 傅家不让复合相接触核心产业 想来也是知道他几经几两 但如此一来 破坏作为他依仗的根基 傅家就变得格外困难起来 敲门声传来 打断了我发散的思绪 傅先生踩着皮鞋进了门 熟人的和秘书打招呼 秘书客套了几句出了门 室内只留下我们两个人 傅先生挣了正领带 对我使了个眼色 我试探的让开位置 看他从善如流地推开休息室的门 那间休息室的白色方柜里 赫然是一堆药品 拉米夫定片 Tafik 伊菲维伦片 赫然是艾滋组断药 标榜爱妻 靠妻子家族产业上位的 偷偷来吃 想来是瞒着傅太太了 他快速吃了药 拉上休息室的门问我 你前几天怎么突然点我 我还以为事情败露了 我看着他浑浊的眼睛 只是为了保下如烟 选了妈最顺心的话 你这小子 你爹还不了解你 又拿这话拿捏我呢 说吧 想要什么 看来是意外之喜了 我挑眉 儿子永远和您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也只是想给爸您分担点责任 他抬手指住了话头 将秘书进门谈话 这个项目 让何向也一起跟进吧 另外从这个项目里抽笔预算 拨给何向做点自己的生意 秘书皱眉 可是傅太太交代 傅董压下眉头 怎么 我的公司还要一个女人说了算 我也是想做出一番成绩 在妈妈生日之前给她的惊喜 秘书无奈 我知道了 我大学学的是生物制药 对管理行业几乎一窍不通 秘书带来了不少项目相关资料 我接连看了三天三夜 也没能从中看出些能入手的端倪 但是有了秘书的详细讲解 我终于能上手一些子公司的边缘项目 也算是做出了成效 连带着秘书看我的眼神都变化不少 慈善晚宴那天 傅家夫妇休年假 却把傅小小丢给我 美气名冤名冤养成 他不让柳如燕上车 我直接开了车库另一辆给柳如燕当司机 到场的时候晚宴已经开始了 周氏集团的现任董事周荣坐在我旁边 和柳如燕挨在一起 拍卖有条不紊的开始 两边团队都静默着 直到一件华丽的珠宝被呈上拍卖台 柳如燕眸光浮动 握住我的手 远山 那条项链 好像是妈妈的遗物 拍卖时揭开水晶罩 生情并茂地介绍 这条祖母绿翡翠项链 是来自杨氏千金的收藏 后来这位名媛离奇去世 这条项链就作为杨小姐的遗物被捐赠出来 以告为杨小姐在天之灵 据柳如燕父亲早期与我家的来往 他母亲确实姓杨 周荣举了牌 婊子 不准和我哥哥抢项链 秘书立刻把他抱走 不停向周荣道歉 抱歉 周总 家妹从小被宠坏了 您去休息室换件衣服 附加拍下这件首饰后送给您 就当赔偿您这次的损失了 柳如燕轻轻拽我的袖口 我拍拍他的手 示意他稍安勿躁 周荣轻胆裙摆 犀利的眼神射向傅小小 这种场合还是不是适合把孩子带来 秘书 你把他带到公共休息室吧 我女儿也在那里 孩子们之间的共同话题会多一些 秘书如蒙大赦 抱起张牙舞爪的傅小小离开了 待秘书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周荣再次对我开了口 傅先生 这项链看起来对您太太意义非凡 我愿意用八十万的价格买下 原封不动地送到傅家 周荣魔光清冷 接着到 但是海洋休闲大的项目 您可得给我放放水 看来傅家得罪的 可不只是柳如燕和我这种普通的繁族小名 我豪至千金为红颜 在周荣轻蔑的眼神中点了头 显然周荣也把复合相当成了实诚实的傻子 红唇亲戚 又加了筹码 您别担心 相应的 疗养院那个项目周家会退出 全力促成附加项目的成交 成交疗养院 秘书重点圈出来的风险项目 周荣如此宽容的已无义无 看来是对疗养院下了手 准备一击吞并附加主产业 我向他投去一个感激的目光 急急映下了 临走的时候 秘书从休息室带回来傅小小 刁蛮的女孩满脸菜色 问了秘书才知道 周荣的女儿是个小大人 给傅小小戴高帽子 让她做了一整套极端作业 短短两个小时 把她制得服服贴贴 周家虎女不容小觑 项链在晚宴结束当天送到了傅家 我把她精心包装好 送给了周佩佩 紧罗密鼓的准备后 海洋休闲的竞标会正式开始 秘书紧张地来回夺步 紧盯周氏代表的举牌数额 几轮竞价下来 周氏已是遥遥领先 怎么会这样 秘书反复查看iPad 无奈说 看来还是周氏更胜一筹了 我指着下一个成交疗养院的项目 这个项目看起来也不错 秘书皱眉 副总 这个项目风险太大了 副氏不出手可能会更稳定些 你什么意思 想让我空手而归吗 秘书面露难色 刺耳的电话声响起 他忙走了出去 不过片刻 他神色低落地走了回来 副董同意了这个项目 竞标结束后 我不眠不休几天 成功在董事会上 交出一份让人满意的报告 副董满面春风夸我有出息 秘书再次对我改观 此时距离约定的 与副和香交换回来的日期 只剩一天 拷贝完副和香休息室的监控录像后 我和他在约定的酒店见面 他面上竟是得意之色 我给你留了大惊喜 你等着瞧吧 副和香 人坏不是最可悲的事 我眉眼缓和地微笑 渐渐沉入水中 蠢才是 醒来时酒店只剩我一个人 我镇定的穿好衣服 先去医院看了奶奶 副和香还保留着最后的良知 没有对奶奶下手 我从衣柜家层抽出银行卡 补缴了奶奶的住院费 再次回到学校的感觉 让我感到些许陌生 最陌生的当属实验室 同组学妹的眼神 仿佛在看一个陌生的人渣 我赶去教务处 还清了世纪损失费用 银行卡的存款已经所剩无几 还好我是穷人 复和香没有什么挥霍的空间 确认所有经济损失均一不全 我回了破旧小区的出租屋 如烟 复和香回来了 还没发现孩子没了 如烟 他兄弟夸他事业有成 他看起来很得意 如烟 他发现之前通讯录里的婚外情对象 只留下了几个 看起来脸色很黑 我给他发去一个快要结束了 安心合上了手机 接下来 只带一切发酵 实验室落下不少进度 我埋头做了一个星期 周围说闲话的声音少了许多 缓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是胡子拉茶 柳如烟实施向我转达 傅家的最新进度 上一条视频 是他站在楼上走廊的偷拍视角 周佩佩戴着那条翡翠项链 站在傅家的大厅哭闹 副总 你说过戴上这条项链的人 才是周家的夫人 您反悔了吗 周佩佩 谁允许你追到傅家大宅来的 傅小小站在沙发上 眼神恶毒的逼试周佩佩 秘书此时上门交文件 小心地提醒傅和乡合同的事情 拍摄结束 柳如烟也加入了战场 事后据柳如烟的消息 被我捧高的周佩佩一气之下 踹了傅和乡的当 让他本就微薄的生育能力雪上加霜 合同财产清算了两天 离婚手续办理需要更久 傅和乡知道傅家唯一的毒苗 已经胎死腹中 当即把柳如烟赶出了傅家 我换了身整洁干净的衣服 开着车去了傅家大宅外 柳如烟拖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 孤独地站在傅家大门外 我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 傅和乡操着布满红红血丝的眼睛 冲了出来 林远山 你以为和柳如烟偷偷签了协议 就能让我吃别 你之前白干的工 不需要多久 就能把你们偷走的钱全部补回来 我摇下车窗 对他露出个讽刺的笑 傅和乡 有的时候人比钱更重要 可惜你不懂这个道理 以后也没机会懂了 破旧的小汽车扬长而去 能听到他气急败坏的吼叫声 你给我等着 你会遭报应的 傅和乡 做下这样的罪孽 你才会遭报应 我 就是你的报应 你听说了吗 傅家的股票跌停了 作为生物培养敏之余 学妹在我身边讨论 他们聚在一起嘀咕一会儿 很快凑过来向我分享八卦 傅氏的董事长被爆出来有爱滋 他本来就是坠绪 傅太太的母家没人才让他接手 这下他老婆跟他闹离婚呢 我随手记下数据 并没有说话 怎么会不知道呢 毕竟傅家绯闻的曝光 就是我一手促成的 听说文学院那个柳如嫣回来了 听说 是那个搞连锁商超的杨家 流落在外的大小姐呢 这世界真是魔幻 一个月前柳如嫣和傅和乡 才刚结婚呢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出轨离婚 还谨慎出户了 我默默放好实验符 回了和柳如嫣新租的小公寓 温暖的心香 从琉璃台上的香薰传来 柳如嫣抱着小猫 在阳台上睡着了 我轻手轻脚的给他盖好被子 拿开了地毯上的平板 平板被设置了长亮 此时的界面正停留在一条新闻上 震惊 成交疗养院项目环节存在重大漏洞 附加资金链断裂 傅太太撤资 一次合作彻底宣告破产 收网了 我关上iPad 进厨房做了点小菜 我和柳如嫣的生活维持现在就刚好 节奏不是很快 慢慢等不下的局收网 半个月后 我再次见到了复合相的秘书 她穿着一身便装 于夜间登门拜访 柳女士 她坐在客厅 接过了我递来的茶水 傅家的资金链断裂 傅总曾试图走法律途径 要回在情人那里投入的资产 可惜通通被判定为赠予 无法收回了 我出于人道主义 替她向您求助 您有选择的完全自主权 柳如嫣摇摇头 她抿了口茶接着说 傅总的项目彻底出了问题 我思来想去 也就在晚宴上带傅小姐离开的时候 周家有和傅总接触的机会 我想知道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已经从副室离职 柳如嫣没瞒着她 把事情合盘拖出 秘书表情了然 露出一个苦笑 这个子公司我投入了不少精力 只是没想到领头人实在愚蠢至极 只需要她一句话 就能让我所有心血白费 柳如嫣和我交换了一个眼神 试探的向她伸出橄榄枝 不知道你对家底公司 你有没有意向考虑 交换了项链 柳如嫣和周荣也算是有了交情 柳如嫣被认回杨家后 更是时常来找她喝茶 为了对她的关照表示感谢 柳如嫣把对家公司的主心股 作为人脉资源送给了她 获得了她的大家赞赏 至此 所有的环节收网完毕 三个月后 傅氏宣布破产 傅太太开始接受威差离治疗 她恨透了隐瞒真相的丈夫 和助纣为内的儿子 带着傅小小回了娘家 并断绝了与他们的来往 听说傅和软硬监施 又是跪在傅太太家门口求原谅 又是曝光傅太太 对他们父子的无情 想通过舆论造势 让傅太太认回她 均无功而返 她父亲的病情到了恶化阶段 她终于放弃了向母亲求助 开始游走于人力零工市场 渐渐没了消息 我和柳如嫣的生活 终于因意散去 我们的小家开始蒸蒸日上 我考上了藤校的研究生 柳如嫣在读书的同时 开始接触家族生意 我们一国分居了一年 第二年她实在想念我 就搬到国外来 试着在当地起薪的商超生意 回国后 周家的制药公司 向我发来了邀请 好在上班的地方 离我们的小家境 我顺利入职 身为核心研究员那年 柳如嫣向我传来了好消息 原本被医生评定为 生育可能降低的她 怀上了宝宝 最后生下了一个 足月健康的女孩 她起名为林星河 星河 谁是最可爱 最健康的宝宝呀 她伸出一节玉白的手指 逗弄墙包里 如豆腐般柔软洁白的孩子 午后的阳光 洒在他们身上 此刻 我的人生别无他求 接他们回家那天 帮忙搬行李的是个 高大但勾楼的男人 他面容憔悴 滑发早生 看起来无精打采 只闷声干活 不发一眼 是复合相 社会的几年魔力 已经彻底将他的棱角磨平 他变成了一个 沉默机械的螺丝钉 整理好东西的时候 护士向我交代 如烟的产后护理事宜 临走时 给我分享了两句 他的八卦 他说 那个运行李的老妇啊 娶了的老婆怀了孕 男产也没了 就是个克全家的命格 我笑笑 你们一生也信命啊 小护士神神叨叨凑过来 不仅信 我还会看力 林先生 你天庭饱满面相和善 一看就是个家庭和睦 平安圆满的 你老婆也是天生俱才的面相 你们再般配不过了 我向他道了谢 不再看那个沟楼落魄的背影 上天给了我和如烟重来的机会 好在我们都没有辜负 他平安健康 属于我和他的故事还有很长 晚安 谢谢大家